从双碳目标定下来之后 这个推动发展这一年多的时间 你们感觉有没有一些瓶颈的部位 需要去突破的地方 还是有不少 国际上讲可能有二分之一 整个技术还不够成熟 需要我们去努力 中国可能面临的甚至还超过二分之一 还有更多的需要科技去创新 但科技创新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困难要去克服 你举个例子 第一个方面 就是你比如说储能 你有目标 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材料 那么这个储能技术 很大程度上将来决定了 你这个新能源减少它的波动性 形成电网的稳定性等等这些方面 那么我们可能大规模的储能 然后包括就是 比如说这个电动车的 电池的技术里边的它的耐高温 异常发热的那些困难的克服 这些都还是需要去攻克的 尤其是大规模应用 你比如说我们将来到 发展到以亿级 现在是百万级 就是说几百万车 几百万电动车 就全国可能五六百万 以后可能是几千万 就30年达峰的时候 肯定是几千万 那么到了40年50年 奔向综合的时候是以亿级了 两个亿三个亿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它大规模应用的时候 稳定可靠的这些电池的技术 那么目前来讲 还是有很多提升空间 就一方面是技术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引导技术逐渐规模化 进入市场的那些机制 政策机制现在还有很多不具备 因为它在老的体系下 要进到新的体系 还有很多这个技术的衔接 就您说的一个一加N的 那个N的部分 那个N就是说分不同行业 然后在这个磨合过程当中 要逐渐的来体现 这确实也有很多 就是说已经有了技术 有了这个比如说 逐渐的把这个新能源的 引入电网 发电的比例逐渐的提高 那么你比例越高 它的稳定性的问题 包括这个前端的 这个风光资源的预报 精准的资源预报问题 和这个在需求测 就是讲那个虚拟电厂的调节 逐渐形成规模化 那么这部分跟我们国家电网 和现在有很多起步公司 在做我知道那个 能源互联网领域里 在做这个像类似于西女电厂 那么将来如果说 成到了国家级的 一个更大的规模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制 把各方的 还有一些科技型的 甚至于是这个民营的 这样的企业 他们的积极性 怎么样调动起来 这些都还有很多 这个政策机制的方面 要去设计的东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